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消防官兵正出动水枪对准垃圾堆中窜出的火苗 几分钟后 火势得到基本控制 周边大片垃圾已经烧焦 现场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眼前道路旁这绵延百米的垃圾堆成了附近群众的心病 关禄村就在不远处 大约十天前开始陆续多出的大量垃圾 不仅影响环境卫生 还给村里一些出入车辆造成影响 特别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火情隐患 更是让他们提心吊胆 对此 关禄村村民和祥安区城管执法局内措中队的执法人员 近段时间在附近蹲守 但一直都没有发现乱到的车辆 为什么大量的垃圾会出现在这里 陈水介绍说 这很有可能是附近的一些小厂房 小作坊来倾倒的 这些垃圾都是一些工业废料 废旧家具 塑料等 而此处正好是内措心虚的交界地带 这条新三二四国道又尚未通车 因此就很容易被乱到垃圾者算空子 我们了解到 这条道路目前由厦门百城建设负责承建 下午 记者也电话联系到了道路承建方 他们表示 这里的垃圾倾倒情况经常发生 他们也前后清理了十几次 无奈的是乱象屡境不绝 这两天 他们会安排再去清理一次 他们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加大执法力度 那我们尽快会把这个工程争取尽快玩掉 如果通车了 那应该村民就不会再到垃圾了 那我们这两天还会再组织去清理 主要是可能我们晚上要还有加强巡逻吧 来这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些乱到 遇到井盖破损或者丢失的时候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拨打110 不过由于井盖全署单位众多 110往往要通知好几家单位到场查看 才能确认井盖的规则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依托厦门百姓APP 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问题井盖举报方式 这大大提高了井盖的维修效率 我现在是在湖滨中路靠近体育路路口的位置 那刚刚我们在现场也发现 在路边有一个雨水济水井的井盖出现了倾斜破裂的情况 那我们先来就来试试看 用百姓APP来举报这个安全隐患 在登陆厦门百姓APP后 记者点击了线索举报 并在安全隐患项目中找到了公共设施损坏一栏 在简单填写了井盖出现的问题后 记者根据提示现场拍摄并上传了问题井盖的照片 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举报 大约半个小时后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的抢修人员就来到了现场 开始维修井盖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井盖办的工作人员说 传统的井盖报修方法是拨打110 但由于井盖的全署单位众多 有时同一个单位的井盖标志却不同 有时同样的标志却对应着不同的全署单位 仅仅靠口头描述 问题井盖的损毁情况 井内设施都无法详实地反映出来 现在通过厦门百姓APP举报 有照片 有定位 近七成的井盖损毁问题 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前市的井盖管理的单位设计变非常的广 有时候何时调查起来 非常的麻烦 110那边平台它不清楚你报的这个井盖 它所属的部门 它必须一级一级的安排下去 通过厦门百姓APP来报警的话 你通过现场的照片 可以帮助我们的安全平台的调度员 直接地就找到它的归属单位 这点就提高了效率 除了举报更加便捷高效之外 我市的井盖也在不断升级 根据统计到去年年底 全市一共有约2600个井盖 更换成了更加结实耐用的可调式井盖 今年岛内主干道可调式井盖的更换工作 目前也已经逐步铺开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 位于极美天马山旁的福泽园殡仪馆二期 主体建筑已经完工 并计划在今年年内投入使用 殡仪馆二期的投用增设了餐饮住宿等 更为人性化的配套设施 同时还增加了宠物的殡葬服务 记者了解到福泽园殡仪馆二期工程总投资2387万元 规划建筑面积5114平方米 是殡仪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福泽园殡仪馆没有对外开放的用餐场所 有需要吃饭的客人一般只能叫外卖 二期投用后将增设一个可同时容纳160人就餐的餐厅 可以更方便地解决客人的餐饮需求 同时在二期投用后还将增加41间客房 厦门是一个外来移民的城市 有一些外来人口 他可能如果有人在这边过世的话 有外地的亲人过来智商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考虑到说可能有这个需求 所以尽量满足他们的这个这个要求吧 另外记者了解到 二期投用后将增设宠物遗体焚烧区 不仅可以给市民提供更环保的宠物遗体处理方式 而且还可以为宠物布设灵堂 本月15号湖滨一里二里正式开始试点道路停车分类管理 今天是这一片区交通调整后的首个工作日 与之前相比今天早高峰时段 这一片区的交通状况明显改善 在一些学校市场等原先交通拥堵的热点部位 车辆通行都比较顺畅 上午七点半正值交通早高峰 在湖光路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门前 临时停靠着不少送孩子上学的车辆 虽然车多但交通还比较顺畅 学校门口的执行人员说 学校东侧的这条小支路 原先是一个交通拥堵热点部位 尤其是上下学时段 由于道路狭窄 交汇车经常被堵在这里 现在按照新的交通组织方案 这条支路改成了单行道 并且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 禁止车辆左转进入湖光路 从早上的情况来看 这里的交通状况是明显改善 它这个如果双向必须要互浪 你那个两部车基本上没有办法交汇的 今天不错啊 看它好像挺有刺激的 像流水一样 随着交通组织方案的调整 周边的交通流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湖滨一里改成了 由南向北单向通行 车辆无法从湖滨一里 直接进入湖滨南路 不少车辆都改到湖滨二里 湖滨二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大 上午交通早高峰时段 湖滨二里湖滨南路路口 出现了车辆短时排队的现象 不过相比之前 片区内的交通状况 则是明显改善 由于片区内改成了单向小循环 避免了车辆在狭窄路段交汇 同时考虑到周边居民区 市场比较密集 市民停车需求比较大 新交通组织方案还将一些 学校市场周边路段 设置成了限时停车路段 可以临时停车不超过三十秒 同时还设置了一批准停路段 并配套湿化了一批停车位 看过电影《哈利波特》的朋友 一定都记得电影中那个 九又四分之三的魔幻车站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车站都是相对简单的构造 很难让人驻足 不过今天下午 我是BRT就又增加了一个彩绘车站 这个车站就给乘客 带来了一丝魔幻的味道 一下BRT车辆就正对着一个门洞 而门洞外就是华侨大学的风景 这幅逼真的3D墙面彩绘 今天正式与广大乘客见面了 逼真的校园风景 俏皮的博士帽 吸引了不少乘客欣赏留念 是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方面表示 BRT华侨大学站的改造 耗时共13天 两幅3D画 全部由华侨大学的专业画师绘制 下站寄景 就是这次站台改造的主要理念 第一个是一个门洞看世界的一个理念 第二个理念是道战之景 就是说你到达这个站点 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一些文物啊 风景啊这样子 感觉非常的新颖 之前这堵墙都是白色的 没有啥子特别的特别之处 今天从一下车之后 看到这里的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是快速公交场站有限公司方面介绍 之前他们推出的红文思北两个3D车站 全部是利用楼梯做文章 华侨大学站则是地面车站 能利用的只有平面的墙体 而画师们通过3D手绘的方式 让这两面平面的墙体立体了起来 使用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 最安全有效 最经济也是最方便的手段 记者从市集控中心了解到 每年4月 我市都会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茶漏补种月工作 没有及时接种疫苗的孩子 近期可以到各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补种 上午在云当街道社区卫生服 中心三楼的免疫规划科 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 前来接种疫苗 其中部分孩子 是因为各种原因 前期漏种的疫苗 今天特地赶过来进行补种的 一年没有打疫防针了 所以现在来补种 看他安排 看他打什么就打什么 之前是什么原因 那个药物过敏嘛 所以拖到现在来 对对对 本来上个月我们就要打的 现在他一直感冒 咳嗽就没有来 所以今天再刚刚来 记者了解到 2012年1月1号 至2016年12月31号出生的 以及小学一年级 没有按照免疫程序 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的儿童 都建议在本月内 前往全市各街道社区的 疫苗接种点进行补种 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 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 但每次最多只能接种 两种注射疫苗 和一种口服疫苗 如果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 接种时间发生冲突 尽量优先保证 一类疫苗的接种 医生提醒 家长每次带孩子 接种疫苗 都必须携带预防接种证 在预防接种证上 都标明了接种记录 和接种程序 家长可以检查 是否存在漏众的情况 此外 记者从市疾控部门了解到 目前全市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一类疫苗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警方通过市民举报 抓获两名盗窃嫌疑人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这几天 一段消防员建议勇为 跳车追捕 当机抢夺男子的监控画面 被各大媒体转发 监控画面中的两名消防员 来自我市公安消防支队 孙板中队 今天下午 记者也找到了这两名消防员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事发当时的情况 监控画面显示 4月13号晚上7点多 一辆消防车停在 吉美天凤路与同级路路口附近 正在等红绿灯 在后方的一个公交站台 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 突然横穿马路 向消防车这个方向跑去 在男子后方 有群众正在追赶 这时消防车上的两名消防员 似乎发现了异常 驾驶位的谢西平 立即打开车门 从车上飞升跳过护栏 快速追了上去 我们听到那个女儿 是喊抢劫抢劫 我也没想其他的 我就直接开门跳下去 直接跑到前面去追了 在谢西平追出去的时候 另一名消防员黄绍强 立即向上级简单汇报后 也从副驾驶位上下车 跟着追了过去 两人追出约100米 就将抢夺的男子抓住了 很快 辖区开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 根据初步调查 当时这名男子在辖武公交车站 从一名正准备上公交车的女子身上 扯下了一个跨包 快速逃离现场 没想到一旁的群众听到女子呼救后 就有人主动帮忙追捕 更碰巧的是 男子逃跑的过程中 又遇到了正在夜间拉链的消防队员 记者从吉美警方了解到 一位市民在公交车上 看到市公安局发布的追击栏目后 发现其中两名涉嫌盗窃男子 是自己曾经的工友 于是便向警方举报了 这两名男子的身份信息 通过掌握的线索 警方对举报信息的地址进行侦查 最终在海仓东福镇将两名男子抓获 上个月25号 一名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时 观看车上正在播放的追击栏目 他突然觉得画面中 两名涉嫌盗窃的男子有点眼熟 他认出这个团货的两名嫌疑人 是他多年前的一个工友 就是他们曾经一起在工厂上过班 所以他认识 然后他也知道他们的一个占助地点 在掌握线索后 3月28号 民警在海仓东福镇东板社 分别将两名男子抓获 经审讯 这两名嫌疑人 3月份在岛外共实施盗窃 5起 涉案金额近2万元 他们每次出去作案 就是两个人骑了 他们自己的一辆助力车 然后找到他们要实施盗窃的 目标车辆 他们针对电动车 摩托车 然后其中一名就会下去 计数去开摩托车 然后开开以后把车开走 经查来自广西的两名犯罪 今天市反诈骗中心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度 我市诈骗警情 和去年同期相比 无论从成案数 还是群众损失方面 都有明显下降 不过还是有2400多万元 落入了骗子的口袋 值得注意的是 发案率并不高的 冒充公检法人员查案诈骗 却成为了最敛财的一种骗术 根据市反诈骗中心统计 今年一季度 排在各类诈骗警情中 前五位的分别是 商品交易 冒充客服 兼职刷信誉 贷款和代办信用卡 其中 冒充客服类诈骗警情 明显增加 仅次于商品交易诈骗 位居最易得手骗术的第二位 警方表示 这五类诈骗警情 看似互不相同 其实仍有一定联系 比如 商品交易和冒充客服的骗子 都是抓住了网购这一特点 针对有购物需求 和已经购买商品的群体 进行社局 而兼职刷信誉 贷款和代办信用卡 则是专门针对 有资金需求 或想赚外快的人群 利用受害者 急于需要资金的心理 涉套诈骗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季度 方案数只有44起的 冒充公检法人员查案 却成为了最敛财的诈骗手法 涉案金额高达624.5万元 位列第一位 警方表示 现在基于火眼系统的 事前监测 冒充查案类警情呈现出 举报多 成案少的特点 但受害者一旦上当 为了洗清自己所谓的罪名 往往是不惜代价 一旦他相信了 骗子的说辞 包括骗子发送过来的 伪造了通缉令之后 往往会将自己的 所有的钱款 汇聚到一个安全账户 甚至我们还发现 有些受害者是将 自己家里的不动产 包括房产 包括汽车变卖了 那转移到这个安全账户 警方通过分析还发现 现在诈骗案件的受害者 开始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根据统计 在今年一季度发生的诈骗案件中 年龄在30岁以下的受害者 有1245名 占比已经超过了六成 据了解 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电信网络诈骗警情 共乘案1880起 同比下降36.36% 涉案总金额2403.2万元 同比下降26.35% 在乘案数和群众 财产损失方面都呈下降趋势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 接到陌生电话和短信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仔细甄别 遇到可疑情况 应及时拨打110报警 记者公家黄超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 我试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 均达到了优寂标准 而到了晚上七点 我试空气质量指数是30 空气质量为优 夏天即将到来了 目前雪糕的销量是大增 但是吃完的雪糕棒 您可别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带您来玩一个小游戏 想试吗 没问题 先准备工具和材料 首先是一堆雪糕棒 首先把两根雪糕棒 摆成X形 为方便描述 分别编号为1 2 在X形的一边 再加入一根雪糕棒 把新插入的棒3 置于棒2的上面 棒1的下面 并压平 再加上一根棒4 插进棒1的下面 和棒3的上面 重复上面的步骤 不断添加新的雪糕棒 是材料数量和耐心度而定 不过还是那句话 搭建的越长 效果越棒 最后 除了在制作过程中 松手可引爆装置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引爆的方法 就是再插入一根棒 贴着棒2和棒3下面 压住棒4 在这根雪糕棒上 加一根绳子的话 可以远距离引爆装置 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吧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凉 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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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